你 没想到 做件软奖 只用了些许零力 身子就撑不住了 你今日的脸色 看起来不太好 我就让你多睡会儿 叫你不听 眼睛都花了 你听 我这声音 不是挺有中气的吗 这是什么呀 糖蒜 你还记得我喜欢吃这个 是我自己想吃而已 跟你没关系 那你吃一个给我看看 让我看看你有多喜欢吃的 你不吃啊 我不跟你讲 看来有些东西还是没变 看在糖蒜的份儿上 我也送你一份礼 我又想吃 我属一样 我给你个美 那我帮我 你把你帮我 提醒一下 你也碰巧 让你帮你帮我 有点 那我看你帮我 你都能帮我 何人是 我呢 这有点 你快要 所以我呢 我想你帮我 我帮我 你帮我 既然学会口是心非了 这没吃饭又去哪儿啊 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会晚些回来 你不用等我了 喜欢送礼物这点 它还真是没有变过 尊主 我特意差人为你缝制了一副软甲 要不您试试 多谢少主好意 我已经有软甲了 你还是送给其他的将士吧 尊主这副软甲好生精致啊 不知道是哪位翘首之人所做 清妖得空了 也想学习一下 我就是随手学的 没有少主的精致 没什么可学的 那便罢了 既然尊主有一副软甲了 那这副清妖便先收起来 等之后您有需要了 我再送过来 对了 尊主 今日来我是想向您汇报一下 这次的战虚物资准备情况 若有不足您可以提出来 我再去叫人背棋 少主 坐下说吧 成了一天 真的有些吃力了 没想到这样就被打回鸳鸯了 幸愧 没有被诚意发现 你终于出现了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上次为何入我梦境 多管闲事挡我的道 我就存在于风中 这世上有风的地方 我便能感知得到 原来那阵风就是你 你到底有何目的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阁下如此神通广大 找我做什么 只有你能见到我 才能帮我 你要我如何帮你 来 我让你看到一切 师兄 师弟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小师弟 宁卿 原来先师跟宁师祖师师兄弟 那方才的情景 你看到的是过去 那时宁若初与亲姬相恋 遭到世人反对 于是他们销声匿迹 隐居乐游善 后来宁若初传信联系宁卿 那是宁卿第一次聚乐游善 也是第一次见到亲姬 可风采的情景 看起来其乐融融 为何他们后来会变成那样 或许他们的爱恋 从一开始就注定艰难 他们的隐居之地被发现 亲姬打伤了前 去捉拿他的御游室 消息传开 他们不一言而言 后来有人 明日宁若初收到宁卿的传信 偷偷去了万华国 这个阵法叫 石方阵 石方阵原来是先师教育宁师族的 可是宁师族不是在石方阵外陨灭了吗 他没有下阵与亲姬团聚 难道 没错 是宁卿杀了宁若初 他为何要那样 他们不是师兄弟吗 他没有下阵他 他有什么用 和柔 家疑 自化 織 占序物资就是如上这些 尊主觉得如何 少处行事一向稳妥 尊主您去哪儿 大半夜的怎么这么着急找我 先生 你快看一看 云河怎么了 脉象越来越弱 反是要逼入心脉了 云河 云河 求求你救救他 救救他 你要想救他的话 赶紧出去 这里交给我 不要在这儿扰乱我 都先出去 你只有在身体极度虚弱之时 才能梦见我 但是入梦太久 你就会元神祭面 我送你回去 为何要让我看到那些灰影 你到底是谁 是谁 是不是 是lamour 是 是 我是 是的 不是 你是先世忘不掉的那个女子 尊主 少主怎么来了 我刚刚见你神色着急匆匆而去 我放心不下便跟来看看 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没什么事 少主不必费心了 少主不必费心了 不得我 是宁清杀了宁若初 告诉他必须要阻止宁清 你为何要这么做 你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 再让我看看 独立天地间 清风洒蓝雪 他就是小时候的宁静 那他 你必须走了 必须阻止宁静 这是我的 输罪 他醒了 他总算是熬过去了 鱼哥 以后不准这么吓我了 我不过是睡了一会儿 你们怎么都来了 睡了一会儿 你刚才差点就死了 反是直逼心脉 不知道的还以为 我把你要死了呢 我就是太困了 敢把你们吓得